你好,我是帮你捐烟捐烂,找便宜的限价人 今天又再次和大家去南海餐厅试试它的晚饭 因为今次突然想喝白汤 为什么可以喝白汤?因为它现在 逢星期五六日又有白汤供应 之前就停毁了,我觉得这一间餐厅的白汤 真的喝得过 如果想真的知道这间餐厅的食物是怎样 看这条片你就会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省人一周每个星期会和你去看看唐人超市和西人超市有什么特价品 省人一餐就会和大家到处找一些正东西、便宜的食物 在加拿大生活一些小提示、一些资讯 就会在省人生活和大家分享 而省人专题会和大家探讨一下一些实用的话题 如果你还未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 不如订阅一下吧 按下小铃铛有什么新片你就会知道 还有给个like我 另外share给你的朋友 当日其实也挺多客人的 我们也等了一两张 然后他就问我们坐不坐这个四人桌 因为有五个人 在旁边担张椅子给我们 OK了 顶着当 谁知道坐了下去 真是相当乱窒 为什么 因为他所有的菜一次过来 整张桌都不够位置 分开吃都OK 但一次过真的不够位 有点不高兴 但是坐下了没办法 希望食物補够 以前我们来南海餐厅 一直都是为了他的白汤过来 因为觉得 他的白汤相当之好喝 尤其是这个西兰花的白汤 相当之正 当然如果他是南瓜白汤我就不适合了 看看好不幸 现在他就开始了 重新 正是逢星期五六日就有了 在说这个白汤之前 我们不如说一下他的中汤 他的材料其实也挺多的 因为他把它切成小小粒 不会看到一块大的红萝卜 或者大的肉 全部碎湿湿的 味道都OK的 但是 当然重点当然是有白汤 好了 今次的白汤就是忌廉汤 不是西兰花 也没有其他的 那究竟里面的味道又怎样 它的白汁 白汤是挺好吃的 我觉得似的有洋葱在里面 亦都相当厚的 这个汤 不错的 不怪之 真的要 好像要再想 好了 首先第一味送的要介绍 就是海南鸡饭 15.25元 你看摆碟 都挺standard的 有一排的鸡,两条青瓜,又有一些 黄姜饭 都不知是黄姜饭,颜色不是很黄 但是很明显 就是鸡油饭 接着还有一些酱汁感 看回海南鸡 颜色来说很漂亮,不会太浅色 另外的饭就不会很黄色 应该不是纯粹黄姜粉做的饭 应该有鸡油味 接着有些姜葱感 也有一些酸甜酱 都是基本的 我觉得这个海南鸡饭 挺标准的,味道都不错 你说是否正宗,无所谓 总之好吃就行了 好了,拿鸡来研究一下 看上来 鸡皮 也挺实 中间也没有一些肥膏 是不是走得很健碩 肉也挺实 鸡味也足够 看回饭 饭就不是很黄色 但是很明显就有些鸡油在 应该是中间有些蒜 吃起来也有些蒜香味 接着要介绍这个就是日式忌廉汁 和牛柳丝扁意粉 你见不见到意粉不是扁的 因为 它不再做扁意粉 用意粉来代替 你想改也没得改 价钱15个多 这一味 相当好吃 我每次来都选这道菜 看这一单 这一味的意粉 它的白汁 相当好味 不是普通的白汁 是日式的 有点甜 你见到上面有些 这个是不是叫 木鱼 什么东西 飘下飘下 好贵 有和风 另外牛肉也挺好看的 不知吃下去怎样 吃下去其实这个忌廉 是甜甜的 日本冬阳味 通常都是甜甜的 相当好味的 牛肉 看上来 都挺薄的 也不是太银 味道也很足 因为那些忌廉味真的很漂亮 以意粉 也不会太腍 我最厉害是腍的 味道不错 我觉得我会翻顶这东西很多次 接着要介绍这个就是马来咖喱 我们选了要鸡 看上来 咖喱汁也挺多 不止这样 咖喱的颜色相当正 鸡也是炸过的 吃起来更加香口 饭得一碗的确太少 唯有打包回去加饭 最紧要是咖喱汁 不要水稀稀 看回这里 也不是 也很厚 可以挂入饭和菜 看看鸡 这个脱了鸡皮 就这样一块鸡就不太好 不太好看 但是加上鸡皮吃 很棒的 因为外面炸过来 总结来说我觉得这个咖喱 真的吃过 味道不错 它用炸的方法做这些饭 更加香口 也没有松屋那么咸 因为松屋那间我记得 的咖喱炸鸡 这个咖喱鸡 就比较 咸了一些 这里 就不会有太咸的情况 味道不错 究竟鸡皮去了哪里呢 让我打捞一下 咦 捞到了 这一块鸡皮 吃起上来 好和味 虽然 相当不健康 接着要介绍这个 我以为很好 因为我看到人家隔壁 吃起上来很美 但是我有叫的时候 我就叫它兜乱 怎样就出事了 其实是否真的出事呢 只不过买相就没那么美 这个河粉其实看起来都OK 起码的河粉 都是滑的河粉 就不是粗糙糙的那只 牛肉也不少 这个蛋 蛋漿做下去 都挺英俊的 老实说 说它出事 都是有点过分的 因为 味道都不错的 你看到 那些河粉 都有一点焦焦的 即是焦焦的 意思 它炒得挺好 粉也不断 牛肉 味道也不错 蛋味也很足够 所以这个滑蛋牛肉炒河 都吃了一个 到买单的时候 海南鸡饭是15.25元 价钱来说 算是一般的 跟杯餐茶 马来咖喱 鸡饭 都是15.5元 这一个 我觉得挺好吃的 滑蛋牙 虾仁炒河 我改出了牛肉 然后加上兜乱 都是15.5元 其实 一个炒河来说 15.5元也不贵 虽然碟头 就普通一点 最后这个日式的 忌廉汁 烘牛肉丝扁意粉 转了做意粉 15.75元 我觉得 这个我们每次来都叫来吃 因为甜点的 又挺好吃的 有三杯奶茶 一杯领茶 总数62元 加上税 8.06元 的时候 就是70.06元 贴士自己计 对了 总结来说 南海餐厅 其实都是我经常去的餐厅 虽然它的碟头小一点 食物就没那么便宜 但是它的味道有些特色 很多时候在其他茶餐厅你未必吃到这种的味道 因为它有很多fusion 日式的味道 所以有兴趣吃下这些特色东西 都可以来看看 好了 这条片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 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给你的朋友 是这样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